2022德甲新球季看点 R比莱比锡 R比莱比锡是前季德甲亚军 上季最终名列第四位 勉强拿到欧关联席位 皆因他们赛季初期入局太慢 中途表现又起伏不定 直到收官阶段才奋起直追 过去两年 R比莱比锡不断有后防大将离队 18000马干拿点远赴英超 达约 乌白梅卡奴更是投靠竞争对手败人 导致球队成绩无法提升 上季若飞基斯度化 尼昆古横空出世 以超水准发挥带队前行 他们最终未必能够击身 击分榜第一集团 值得一提的是 R比莱比锡并不擅长多线作战 但他们又较为重视欧战成绩 上季便杀到了欧洲联的准决赛 要知道这是在牺牲联赛的情况下 新赛季R比莱比锡在中前场的人员变化不大 选择留守的基斯度化 尼昆古依然是进攻核心 不过暧昧 科斯被置于安足 施华等人的状态都有一定程度的下滑 让R比莱比锡来剧征战更加困难 我们是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感谢你的收听与支持 你的赞是我们的鼓励